很快就要过春节了 对我们这些有在健身增肌的人而言 回家过年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肌肉怎么办 因为健身房肯定都是关门的 没有地方好好练 饮食聚餐也特别多 饮食控制没有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 好不容易练壮了一点 会不会又瘦回去 这期视频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春节维持肌肉的方法 除了理论讲解 我还把动作跟练放在了P2P3里 非常的实用 大家可以先把视频收藏一下 每天花20分钟跟着视频练起来就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卓叔 这里是瘦子珍重的排歌全书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 停练多久会开始流失肌肉 先给大家一个定心丸 踏实练起来的肌肉 不会轻易的掉下去 什么是踏实练起来的肌肉 就是你每次非常认真的训练 每周练三到四次 积累了起码一年以上的肌肉量 这种情况 哪怕你完全停练一两个月 体重也不会掉太多 身材也不会明显走形 顶多就是肌肉没有那么饱满了 但穿上衣服基本是看不出来的 为什么肌肉能够维持那么久呢 因为构成我们肌肉的基础 肌原纤维是结构蛋白 这是很重要的蛋白质形式 像毛发 皮肤 肌肉 内脏等等这些 都是由结构蛋白构建而成的 而我们人体消耗能量的顺序 一定是优先消耗糖原和脂肪 然后是消耗刚刚吃进去的蛋白质 被分解出来的油利氨基酸 一般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到万不得已 是绝对不会轻易分解结构蛋白的 因为一旦开始分解结构蛋白 我们的肌肉就会萎缩 内脏也可能会受损 人体的生存能力就会受到威胁 一般只有在闹饥荒的年代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只要保持正常的一日三餐 你积累起来的肌原纤维 是不会轻易消退的 但是如果你想尽量保持状态 特别是积累时间比较短的新手 不想一个春节就打回原型 那我们还是要安排 一定量的训练进行维持的 不用太多 不到平时一半的训练量 就可以维持住了 那么我们第二个问题 怎么安排适合过年的训练和饮食呢 过年期间事情比较多 我们安排训练 要注意这两点 第一 训练时间要有保障 因为过年的安排特别多 一会儿又被拉去走亲戚 一会儿又要同学聚会 很容易抽不出时间 那我们就赶在这些事情之前 把训练完成 例如起床后 喝杯葡萄糖或者两片面包 补充下能量 做点热身和拉伸 把身体活动开 就可以开始了 练完恰好去吃你的早餐 如果早餐不出门的话 也可以在早餐40分钟后开始练 练完吃两根香蕉当家仓 也是可以的 第二 训练效率要尽量高 我们尽量在20分钟内把训练完成 毕竟我们是回家过年的 还是想要多留点时间出去玩 怎么才能在家里没有器械的情况下 20分钟内保证训练强度呢 我们通过超级组来训练就好了 就是把两到三个动作组合在一起 连续训练 这样能够大大的缩短训练的时间和提升训练的密度 周上两点我们可以把训练分成两天 这里先给大家列一份计划 第一天我们练胸部肩部和手臂 第二天我们练背部和腿部 然后第三天练第一天的内容 这样轮着来 如果你觉得每天练太累了 也可以隔一天练一次 每个部位我们会安排两到三个动作 组合成超级组 短时间内连续练完最好每一组都能做到彻底历劫 那这套计划具体怎么练 我把跟练视频放在了P2P3里 等会大家看完这部分讲解就去翻一翻 而且也不用花时间学了 每天早上打开手机跟着来就好 训练搞定了 饮食方面也给大家一个简单实用的思路 额外摄入30克蛋白质 30克蛋白质是多少 大概是8个鸡蛋白 或者150克鸡胸柚 或者一勺蛋白粉就补充够了 因为一个体重60公斤的训练者 按照征肌的需求 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1.5到2克蛋白质计算 每天就要摄入90到120克蛋白质 过年期间的一日三餐吃得比较随意 肯定是吃不够这个量的 我们至少把其中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量 给补充够 蛋白质的摄入才比较有保障 我们的肌肉或者说我们身体里的所有器官 每时每刻都是在合成与分解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新陈代谢 蛋白质吃够了 我们体内油离氨基酸的水平就会维持得比较高 能够确保肌肉的合成代谢始终高于分解代谢 最大程度减少掉肌肉的可能性 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你是担心掉体重的瘦子 每顿饭尽量多吃 最好能够吃够两碗米饭以上 确保热量摄入充足 维持体重的水平 如果你处于减脂期 过年期间你也没有办法完全忌口 只能够说吃饭的时候 尽量挑不油腻的菜 少吃一点就好 好的 以上就是过年回家 维持肌肉简单食用的方案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记得搜查一下 反复更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